有请一号女士 蒋中华 你好 欢迎您 来来来 请坐 一号女嘉宾 蒋中华 56岁 江苏人 离异 银行职员退休 之前是来过选择对吗 是的 什么时候来的呀 18年吗 什么心情啊 我觉得好像你心情很复杂的样子 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 没事咱慢慢讲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 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深入接触不合适 年近半百跨行找到事业第二春 管理身材就是管理自己 这个深入接触不合适 是指着之前来选择认识的人是吗 是的 哪一下就打动了您 就吸引了您呢 跟您刚才想说的择偶的对象 感觉风马牛不相同 对 之前的篇篇说 我可以为这方辅助 实际上就这么一句话 但在我们场上这么说过的女士 数不胜数 就她是真心的您觉得 她说完这一句话以后 其他的话没有 不像其他女士说完话以后 真的话太多 我跟你讲 她今儿没来 那我就回去了 没事 后面有好几个女士 那我不见不见不见 您到观察室先安平复一下 自己的心情吧 是 谢谢 好 说 看着点路 看着点路 你好 非常感动 你关注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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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善良多了你们俩 也替这个选择平台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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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束以后 出去以后就见过两次面 然后就觉得 不合适呗 她请我吃饭 我请她吃饭 然后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交谈 我觉得既然不合适的话 也不要收人家的礼物 然后我就 因为她买的东西也不好退了 是不是 然后我就看那个吊价牌上 那个服装的有个牌嘛 把她价格 吊价 我就把钱就给她了 我就觉得你不接受这个人的话 你就不要收人家的东西了 把钱给她她收了吗 她当时不知道吧 我是吃饭的过程中 我出去了一会儿正好 旁边有个中国银行的ITM机 然后我就取出来五千块钱 就放到那个信封里边 然后就悄悄地给她 放在她的那个汽车的后座 然后你要当时给她的话 人家可能面子上过不去 可能就不收 然后我就把钱放在后座上 然后就走了 你也就觉得 走了以后我就给她发微信 我说那个不好意思 我说那个你买衣服的钱 我给你放在那个后座 你别我别那个什么忽略了 就是忘记了 吊牌是五千也许打两折买的呢 但是我觉得人家去燕郊 因为我住在燕郊嘛 人家开车来回的这个过路费啊 油钱啥的 我就把那钱所有的钱都包含在那了 既然你不接受这个人的话 就不要收人家的东西吧这样 你还是不欠人家人情 对 用一种很直接两上的 内心没有什么就是干干净净的 够细的 黑色很细 我觉得还过一些没什么意义了就 大家都看着那东西 这个人到底让你觉得不满意的是哪里 其实你看我听起来他还挺诚心的 燕郊那么远去看你 买这么贵重的衣服 养了一条狗吧好像是 有气味 然后就是 反正那可能是人家的 咱也得追踪人家的个人的那种习惯 是吧 因为当你不接受这个人的话 你谈不上什么改变不改变人家 是吧 人家的生活习惯 咱们也是不好说是吧 好像是对他的家里边的 去看了看不太满意 还有对这个人好像也不太满意 但你究竟具体不满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他肯定有原因 他肯定是想要什么东西 最后达到不了 这样的 我有印象 然后那个男的来过一次 想说这事来着 我觉得就这位女士呢 我觉得心理还是比较善理 对 她可能认为你特意给我买的 如果给退回去以后 可能你这个也没有办法退了 可能放在你手里 可能也就这样了 我觉得你可能会认为 她是为你而做的这个行为 但是我是不太赞成的 因为你内心可能并有一点觉得小委屈 就是我 咱俩还没到这个份上 然后你给我一个东西 然后我等于变成我买的了 如果我不给你钱吧 到时候好像我这个人不咋地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你送我礼物 因为如果说我们俩一起去买的 那是一回事 比方说我们一起逛街 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挺喜欢 你给我买了 然后后来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把钱给人家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这也不是我需要的 然后你给我买了 那我就退给你 至于你怎么处理 你是转身送给别人 你还是去退掉 那个跟你没有关系吗 我们都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礼尚往来 我是觉得您的做法稍显生硬 就无论是给钱 还是把这个礼物退回去 其实可能都会有点 博人家面子 就因为人家也是觉得 一番好意嘛 而且人家给的时候 其实没有奢望回报 就如果您真的觉得收了不合适 其实也很简单 找个什么机会 您也给对方买一件礼物 咱们回礼就行了 不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 你往来就会延续这一段感情 因为女士的感觉 就是咱们就算了 是吧 送礼物要看感情到哪个份上 我对这个女士的行为 我跟您还不太一样 我要点赞 我觉得这个行为 就直接表明我的态度了 钱退给人家 这恋爱也没谈成 那这一晃几年也过去了 后来就没再接触 其他的男士吗 后来无奈的吧 就是通过就是这两次那个 就还有一次也是没床 后来后来我就 我不能就这样等待 我要去工作 然后我就去 也是喜欢这一个行业 然后去学了一个 就是有一个培训的平台 小儿推拿 然后我就想着 挺喜欢这个的 然后就先去学学理论吧 学了一段时间的理论 然后那个培训学校的老师 还挺好的 说那个你想去实习吗 我说想去实习 我谁也不认识呀 他说那我给你推荐吧 你之前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之前在银行上面呀 在银行 那从银行转到小儿推拿 还要去把这个当职业去做 转行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 初心的就是想学一下这个 出于爱好 将来给自己孙子推拿 没想到坐着坐着还能 还能挣钱 还能一份职业了 做了几年了 就从离开咱们选择 18年 19年 两三年的时间 现在收入有多少呀 一万差不多了 那么多呢 那还真不是说是业余爱好了 那还挺累的 挺累的 每天这个工作量很大吗 有时候我两个月都不休息一天 客户认为你还可以的话 他就想等着你给他的孩子推拿 那就是你的这个推拿 水平还是挺高的 对 所以说呢 出于一份信任嘛 我就没休息 就一直两个月 三个月都不休息一天 小儿推拿 他也是和中医结合的嘛 也要每天的 还得学习 对 每天学习 每天下班以后 还得总结工作日志 他的都得写 然后哪些部署呢 第二天再翻翻课本呀 什么书呀 中医基础呀 然后再学 第二天再用上 嗯 就是就忘了自己 哎呦 还单身着呢 他是银行 退休了 退休 又再做小儿推拿 你们对小儿推拿有了解吗 我会的 我会的 你也会的 会成人推拿 自学的 家里的 因为我们练健身嘛 自己有时候会给自己 练一练 老咳喘 反反复复 是啊 年年治 年年饭 俗话说 治病要治根 老咳喘 病在咳痰喘 病根在鱼肺 中药补肺丸 老传统大蜜碗 老咳喘 气短喘 何时 补补肺 治治根吧 老咳喘 醉气不足了 补补肺 治治根吧 肺部健康品 传承六百年 养无疾牌 补肺丸 颈椎病 反复发作 快用快轻松 颈椎病 病在颈椎 根在肾 快轻松排 颈康胶囊 针对颈椎病 反复发作问题 创新双重疗法 补肾 活血 从根源上治疗 颈椎病引发的 头发晕 手发麻 脖子僵 肩背痛 颈椎病 就用快轻松 关注 转发生 顿受保护身材 就要理自己 anse血 这两三年 是不是也没时间 管理自己身材 但我看您保养得 还不错呀 对呀 因为这两年做那个工作 特别累 也挺辛苦的 感觉到自己的气虚 就想着家里边还有一个健身卡 这好几年都没用了 马上就要过期了 是吧 然后正好中秋节休息 我就请假 我说我暂时的不来店里上班了 我说我身体要管理管理身体了 因为那个时候身体已经 就是感觉到挺累的 这几天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管理身材上了 然后自己在家做饭呀 吃的一些均匀一些的 这个气色就好一点了 除了这吃得上注意一点 还去健身吗 这个瑜伽呀 健美操呀 一些器械呀 这器械得有一定的这个基础才能 要不然会伤到自己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也请私教来着 然后他就教一部分 然后你在这一部分 你可以了就自己以后 自己慢慢的就是用那些器材 就锻炼什么事 这个第三条 第三条 我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您去做这份小儿推拿的工作 并不是说因为经济上 要负担自己的生活 只是想学一门技能 也让生活更充实 没想一做就做了这么两三年 还乐在其中 都忙得忘了自己是单身 需要找另一半 就是那天看到那个 莉莉老师发的朋友圈嘛 我就看到有一个先生 当时我就想 我还是单身呢 因为这两年呢 光忙着干那个工作嘛 就忘记自己是不是单身了 你是被他的信息提示了 说我还是个单身 还是被这位先生 点燃了您一定的兴趣啊 两方面都有 首先是信息 然后莉莉老师推出来一个信息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先生也是有什么工头腕 工二头鸡什么的 然后我一看67岁 67岁这个年龄 有这样的身体的话 还真不是太多 证明这个人可能 也是比较自律的 热爱生活的人嘛 然后就给莉莉老师 就是微信聊嘛 火能力九位 您是冲他来的吗今天 也是吧 开心吧 肯定要干脆的回答嘛 对不对 你说的这位先生 我们印象也特深是吧 当时是那个李洋老师在那儿 还比着比那工二头鸡 李洋老师那小戏胳膊是吧 你好先生 各位老师好 就先生这范儿 你老师好 真的是 你好你好 身上这倒三角 王老师好 你好 我能摸一下您这个吗 听您的节目好多年了 是吧 我能摸一下您这样吗 哎呀 哎呦 我的天呐 你得摸摸我 你看这身材 是吧 今天也有点干班糟了 干班糟了 先生您好 你看你先生这体格 来来 要展示一下吗 展示一下 哦 这位是一个尖峰 一般人很难练出来 好 那我们看看 马上要上场的这位先生 是不是您说那个 健身的男士啊 是不是呢 来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有请 阿姨好 您好 老师好 组组人好 还那么精神 一号男嘉宾张霖川 67岁 北京人 李懿 联通技术职员退休 我给老师带了好吃的 好 这个是新品口的老玉米 和四川发过来的 生的熟的呀 柴鸡蛋 熟的 熟的 还有热气 太好了 是金英老师的好 谢谢 有我的吗 上次第一次见面 这是给品红的 给我的 太好 我最爱吃这个了 小块的是品尝 你可太 那这品尝的 给咱这位女士品尝一下 你想的很重要 是在哪儿买的还是 这是我们家亲戚种的 自己种的真不错 这是龙科院的新品种 一个也是一个细心的人 照片的人一样呢 不太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就觉得您有黑里头真的 他有一张照片好像是这样的 不啥 我估计是小了一圈 对 他可能从那个 更高大威猛一些 更高大 你知道吗 一看又要小一圈 他那个照片上 因为他那个朋友圈的照片上 显得是那样 高大威猛一圈 王老师说的那样 胆缺的是咋 脸脸红了 就不好好看那个男的 你看 咱这样吧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蓝签 厂商先生女士 是否会撒出火花呢 一起进入他们的 更想懂你环节 先说说子女情况 你是是儿子 生家了吗 快了 快了 就也都不用您这个张罗了 知道您今天来吗 不知道 他忙他的 我忙我的 都是自由 平常碰面也没那么多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说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就解决好了以后 再向他回报 也是一个方法 工作也比较忙 对 那个先生呢 子女情况 一个女儿 那肯定支持您 对 上次您节目播出之后 女儿怎么评价的呀 他也看到老爸上次牵手了呀 你上次是牵手了吧 问了 然后我们专门在一起 聊了一段时间 你是说你们三个吗 不是 就和女儿 我女儿就为这个事情 我就跟他说了 说了上次那位女士 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呢 可能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 有所差异 我们线下后来又约了一次 去三母会员店去买东西 当天我们都是穿短一短裤吧 也不化妆嘛 然后就观察了一下 他可能他买的一些东西 都不是我爱吃的 他买什么了您不爱吃 可能一些肥猪肉馅 猪肉馅比较肥 里面有白色的脂肪啊 还有牛肉馅啊 我一般是脂肪是一口不吃 您就是因为他买了 带脂肪的猪肉馅 您就觉得不能在一块过日子了 还有从身材管理方面 可以看出来 饮食习惯吧 可能直接关系到方方面面吧 就是说你可能吃的东西不健康啊 可能会造成一些三高啊 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年纪可能会有一些 潜在的隐患吧 一号女士 你饮食上注意不吃脂肪啊 或者是特别讲究吗 有吗 不是太撑的话就行 什么饭菜都能吃 反正没有什么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 那先生肯定是有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健身嘛对吧 内脏一口不吃 肥肉一口不吃 我就爱吃肥肉 牛羊 涮羊肉全是肥的 可是你看我这样 我也没三高啊 那你这有点给人家下套啊 是吧 就是可能我们今天来讲 没有一个人有义务去 围着你的生活转 那比方说如果我和您生活 不是因为我自私 因为我也得为我自己着想啊 比方说我只吃肥肉 然后呢只吃甜的 是吧 然后只喝可乐 那可能你代谢不了肥肉 那我能代谢尤其是肥肠 就是特别特别爱吃 我就是想到肥肠 肥肠 不给我吃肥肠我真受不了 对啊 偶尔吃可以 对 这跟你没有关系 你能理解吗 你想想和您在一起的人 人家也六十岁左右了 真的是 对吧 人家有人家的生活的方式 幸福的方式 如果他二十多岁 找个小姑娘 对吧 也是二十多岁 那可能我们可以重新培养 六十岁的老太太浑身都松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怎么练天练不成名呀 人家那位女士 在五六十岁年龄当中的父女里 已经是很自律 很健身 人家练气线 那个什么 我看滑船机 没错没错 可厉害了 这王老师三个都做不动 那根本就不行 那个人已经是厉害的了 可能他这也是对的控制 但有人身体 他可以能排泄出去 他也没事 咱这个话题先不说 待会咱们再展开去聊 您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 和择偶应该怎么去 咱也不叫调整 怎么更有利于您找到幸福 咱先说说眼前这个 更想懂你的环节吧 这个健康状况 两位都没有问题 女士身体健康没问题 先生也没问题是吧 收入说一下 五千多 退休金五千多是吧 目前工作还有一万左右的收入 是吧 工作就是属于一个爱好吧 如果不工作的话 就是五千的退休金 先生我印象中 除了退休金是六七千五 还有投资理财的收入挺高的 每个月还是有几万块钱收入 记得是吗 两三万 继续看看住房情况 女士的住房情况 是在燕郊有自己的房子是吧 我那房子就是实话实说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09年买房 就是给儿子买的房子 燕郊的房子也是给儿子买的 对 那他自己没有房子吗 他哪有 他年轻人刚大学毕业 哪有啥样 那现在儿子和你一起住吗 没有 他住单位 住单位 那他要结婚呢 结婚就住房子呗 住燕郊 那您住哪儿啊 一起吗 我不知道 没想这个问题 没想这个问题 所以您得找一个有住房的是吗 嗯 先生有房子吗 是的 有啊 自己的住房在哪里啊 自己的 在怀柔 怀柔那个是不是那个 以前去郊区旅游 山连着山的空气挺好的是吧 这个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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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燕郊大概 不是一个方向 五十来公里吧 不是一个方向 四五十公里 嗯 那您这四五十公里意思是远是吗 还是没事不远 不是太远吧 对于我们来说 一二百公里都不是问题啊 接下来这些问题 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要相互提问的 来看一下 是否则看下一位 需要照顾的话 我会义不容辞 不需要的话 那我也 那如果义不容辞去照顾了 老伴怎么办 是想观人世界对吗 对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发生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 哎呦我的姐 你啥也不行 将来你儿子结婚 要住女房的 你住哪儿不知道 将来儿子要生了孩子 照不照顾 要照顾他 你爱人怎么办 不知道 都是没问题这些问题吧 不是这种状态吗 对 就特别痛快 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像早儿北京有房的 我自己有房的呀 再早儿有房的 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这也是梦想 可以 这可以 可以理解 有什么梦想 什么梦想啊 你的梦想就是别人的梦想吧 我觉得像你这个 应该早三十多岁 能给你生孩子那样 比较适合你 这四十多岁女同志 根本给你生不出来孩子了 你不要再 做梦了 往四十五十 你都六十二 你干嘛 你早一点干什么了 你六十二想生孩子 你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干什么来的 我刚才问了 余先生几个问题 他含糊其词 第一个问问你 我在北京周圈 你在天津 这两地的这个距离 你是怎么打算 他说 你可以到海边去 我管你吃饭住 海边也不是你自己的房子 海边也不是你的家呀 太残事了 你别走我 听我说吗 你走我人 我可以疼你 可以叫你 叫你健康床手做货 当年等会儿包着你吃好 我这工资 你该四千多 你也工资吧 你工资才四千多 我五千多呢 我自己有房子呀 我经济上独立呀 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养我 你没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敢说敢做的 那你怕什么 经历过以后 是有些顾虑胆怯 感觉挺压抑的 挺压抑的 我感觉女士 好像欲言又止 就是挺压抑的 吐吐吐吐的 这女的 她还是有想法我觉得 这女的说话 我感觉 脑子不知道要想什么呢 你的颈椎还好吗 颈椎不好肩背痛 颈椎不好手发麻 颈椎不好头发晕 颈椎病反反复复 快用快轻松 快轻松排颈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五肾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认证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快轻松 小朋友们 我们来上课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中国 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 好不好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我爱雨都 我爱雨都 比较直接的问题 请二位一起回答 满分是100分 那这次简单的碰面 到现在为止 给对方打多少分 请两位一起说 谢谢 你为啥给他打了70分 那么低的分 唱上表现 表现不好是吗 人家冲我来的 可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那您感觉到的是什么 感觉到比较压抑 就是好像这样 那也可能是他觉得 挺有好感的 就有一点紧张啊 不放松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对 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 不知道 您是为什么这样 看那个照片 我只是看到照片 他的视频我从来没看过 为啥不看呀 因为我这两年忙着打工吧 从早上七八点钟上班 到晚上十一点再下班 没时间看这个节目 就是这个先生刚才说到 他上次牵手的 有一位女士是吗 什么穿着短裤什么 什么不化妆 我都想那个关系 都已经到那种程度上了 然后又分手了 我就觉得 啥份上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把我 穿短裤的份儿了 你是觉得 她和她在上次节目当时 都和人家牵手啊 是吧 牵手 而且关系还挺紧密的 还跑去逛超市 这女士还居家打扮就出门了 就已经很亲密了 你觉得是吗 我就觉得都已经到那个 都已经在一起生活了 又分开 生活了 第一次见面 就去超市约着买了个菜 是这样吧 就一共见了一次面 就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就是大家都穿着 随便地去超市买了个菜 观察了一下对方的生活习惯 不喜欢 然后就丧了 那样吧 主持人 我看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太上纲上线 这咋就到思维方式了 这不刚开始认识吗 确实是 在错误的时间 认识了错误的你 如果你两年前见着他 绝不是这样 他应该来选择 不是三次就是四次了 每一次都得到 不管是场上的男嘉宾 还是电视机前面的男嘉宾 都特别喜欢他 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有朝气 特别地自信 但是也许您这学那什么 小儿推拿把您给推坏了 就每天就推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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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然后可能合着这些人 可能我觉得都是负能量的 因为可能这些来 抱着孩子来的 也都是很焦虑的 是吧 孩子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很敏感 可能也促使你是这样 让我们觉得这个人 是那个中华吗 我都不太认识了 我也是 然后你追求人家 你没有追求人的样 主持人特别能说 都直接拜了 所以我是觉得 您还是重新的 这叫做什么 关机重启吧 您过去那 来了三四次的那状态 我估计您这次先打个样吧 然后您再重新 在我们选择 重新起舞 好好的重新 哎呀 找个称心的老伴 拼命的推拿 我觉得意义重大 我认为在场上 所有人跟您都没有关系 就至少 传你给我的信息 我不知道张先生 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说这个人 是因为欣赏我 然后到节目组来 我们到电视台来见个面 一起聊一聊吗 好像跟您也没有关系 那我就在推测了 是什么让您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 看到了女嘉宾 往期的视频资料 跟这一次的状态 那是截然不同的 之前是侃侃而谈 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而这一次总是欲言又止 本来是冲着场上的男嘉宾而来的 结果并没有很多的交流 反而避而不谈了 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她变得胆怯少颜了呢 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真心表达 真诚交流 用心感受 用爱沟通 我是白杨 下期我们继续相约 我的选择 本节目由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特约播出 龙潭酒壳 海里好 饭有好书宝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班杨 因为有星 夜才不会黑暗 因为有天 海 才一片蔚蓝 因为有梦 生命里充满了期待 因为有爱 我们的世界 才会一片的灿烂 真心的希望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们 都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拥有更加灿烂的未来 带着美好的期待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我认为在场上 所有人跟你都没有关系 那我就在推测了 是什么让您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 也许我们没有去深挖 是不是因为 这个儿子要结婚了 考虑到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儿子要住在这边 我怎么办 如果在现场 您还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恐怕措施良机 那今天老师说的分析的对 前几次你来的时候都是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来 就第一次来 之后都是有男士喜欢你 奔着您来的 然后每次你都跟小刺猬似的 就怼人家 第一次就是说 你看着我什么了 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得考验考验你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状态 是斗志昂扬的 今天为什么你不怎么说话 特别的谨慎 是因为今天您是来赐教的 来讨教的 终于看到你遇到 你喜欢的人的时候 你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就完全不是那个带刺的玫瑰了 在这对面的叔叔 没有见过你以前的状态 也不太了解你啊 所以就是叔叔一种 审视的眼光 就是你到底干嘛来了 你是问我来的吗 所以你俩骨子里的性格 有相似的地方 这是给我的感受 上次节目你也没看 你只是看了照片 其实对叔叔的情况 婚姻状况 一些来龙去脉 你都不了解 我是建议您可以 带在场上再听一听 给彼此一个继续 怎么说呢 适应和了解 还有缓和的时间和空间 准备再打开心扉器去 努力一番啊 还是先生 我先休息一会儿吧 休息了 休息了 休息吧 您也希望他休息 咱不着急啊 把自己生活规整规整 想好自己的生活方向 无论是工作 儿子的婚姻大事 您自己未来的生活 咱都梳理一下 下次状态好了 咱再来 好不好 好 好 来来来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先休息 嗯 怎么突然间就心情低落了呢 看上去 可能和那个看照片上的不一样吧 有点失落 我就看了一个照片 挺阳光的 看照片 你不看视频 你想象就是那么高大上的 不可能吧 还像那种年轻人 他就喜欢得不得了呢 这个跟年龄不相差 你必须要看视频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草率了 我也建议我们这个 要看视频 电视期前的观众 如果您比如说看到了照片 或者是电视一闪而过 看到这个人了 觉得挺好的 就想揭示他 我觉得您不要这么草率 一定把这个视频 我们都有回放 是吧 在这个视频网站上有回放 一定调出来认真看至少三遍 您确定了这个人 您很欣赏 咱再来 要不来了就容易尴尬 那接下来咱们也看看 先说是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他的原来事情的环节 请看 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健身之外的我 等选择给解决终身大事 这第一个还是在说 上次牵手那位女士 刚才已经说完了 就是 那我总结一下 你觉得饮食不太一样 对身材管理的要求 不太一样 是吧 那可能对于穿着打扮 甚至您觉得可能 都不是很 对无所谓 您不是说他短衣短裤 没化妆 我们夏天打扮就是那样 我要求的 我说我们都是就 不要化妆就是素颜出来 就想看一下本来的面目 是吗 是这样的 这说明您还是对这个外型 健康管理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五六十岁了 六十岁了 你如果饮食上不习惯 不太注意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那您平常吃东西 都有怎么样的讲究呢 刚才说了不吃肥肉 还有呢 那您主要吃些什么 一日三餐怎么安排的 蛋白质以鸡蛋为主 一天吃几颗鸡蛋 一天吃一个蛋黄 然后还有以鱼为主 优质蛋白 优质蛋白 然后都是在山姆会员店采购 您住在淮中那边有山姆吗 顺义 离我们三十公里 那么远 您为了买一个菜肉 就跑那么远去买呀 因为有品质 每个礼拜要去一次 然后第一是买花 第二买蔬菜 买肉 买花 买什么花 鲜花 你每周去买一次鲜花 是的 给自己家里边买 对 那个许篇导到我们家拍了一个小片 单身日记 体现了我的那一面 来 看看 这个是18年装修的 这是我的吃饭的桌子 这是一个石墓的桌子 我每周会换一次鲜花 这是厨房开放式的 您这厨房挺大呀 对 还挺大的 朋友在呢 我们哥们今天是大厨 炸的和虾是野生的 野生虾 就特意来给您做饭了 对 今天来帮我做饭 平常我们经常在一起 这是一个储藏室 有酒 还有饮用水 还有泉水 我喝的水都是到山里打的泉水 山里打 对 到山里 自己开车去打 打了以后大概喝一个星期 就这附近的山吗 对 就在我们的淮沃山里的水 这个水没有水碱 这是我的一个书柜 和音响柜 这个柜是99年买的 这是一个石墓的书柜 跟了我20多年了 双层的 您这书看起来有年头了 有年头啊 都留着啊 像那些好多都是我当兵的时候买的 七几年买的 平常没什么事就翻一翻吧 对 这个是50年代的大学教材 中国历代诗多学 这边也是我心爱的 我爱听音乐 这是CD 这个是卡拉扬60年代的版本 这是蓝光和DVD 好多经典的 比如说你看音乐之声 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 往那边看就能看见CPD 往北面看了 晴天的时候能看见剑扣 这是国家的一级保护水源 居住环境没得说 在北京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 这是我的客厅 这是一幅山水壁画 和我窗外的风景相呼应 我的摄影器材 您平常也喜欢拍照什么的 是吧 喜欢拍照 对 然后没什么事 就看看外面的风景好 就马上就拿起来拍 还因为那个水库里 冬天有天鹅 对 夏天有这个白鹿 还有野鸭子什么的 拿长焦就是拍 这是我就是刚才拿来消毒用的 还有用衣服用的电运斗 这个是7000多吧 原价9000多 然后打折 买的 高温蒸汽 这是脉冲蒸汽 所有这些东西啊 采购嘛 都是基本上都是我采购的 比如说地砖啊 家具啊 都是我自己去买的 包括灯 和外面的山水结合起来 包括地砖的朝向都是这样的 素额进来的 像一道水流进来 看那屋里硅着挺干净的 还挺浪漫 确实很少那个男士能做到这一点 老壳船 反反复复 是啊 年年治 年年饭 俗话说 治病要治根 老壳船 病在壳痰痰 病根在鱼肺 中药补肺丸 老传统 大蜜丸 老壳船 气短喘 何时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老壳船 脆气不足了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肺部健康品 传承六百年 养无疾牌 补肺丸 颈椎病 反复发作 快用快轻松 颈椎病 病在颈椎 根在肾 快轻松排 健康胶囊 针对颈椎病 反复发作问题 创新双重疗法 补肾 活血 从根源上治疗 颈椎病引发的 头发晕 手发麻 脖子僵 肩背痛 颈椎病 救用快轻松 我就突然看完您这个小片 有一个感觉 您生活得很完整 烫衣服用什么 按摩椅是什么牌子 我们刚才交流 是吧 然后想要窗外看的风景 是怎样的 您都很完整 似乎不太需要别人照顾您 或者是怎么去陪伴您 我还会做饭 你看看 什么饭都会做 关键还有朋友 你没看朋友来当大厨来了 对 我有朋友 那你想想 你的社会功能这么完整 还有书 那么多书 有可能对另一半要求就高了 对吧 就是锦上添花可以了 我没你我过得也非常的舒坦 对 有你必须符合高标准 给我天才我才能 才能在一起 也不要要求那么苛刻 只要脾气好身体好 不是这么回事 您看我要去您家住 这书我可能拿出来就CD书 就指不定抽哪儿了 水桶我也给摆得烂去吧 留下厨房 我很难摆得那么整洁 您肯定得到的 这不用你摆 我自己干了 你自己弄烂 自己收拾可以 那你另一半弄乱了 它又没有那种 您特别特别整洁的习惯 不可能有意的给你弄乱吧 不是有意的 不是有意的 就是乱 对啊 就是乱 乱也不可能随时都乱吧 第一句话 立马让我打个问号的是 这么一句话 你仔细看回放就看上了 刚才拿玉米的时候 是吧 先给老师们吃 先给主持人吃 这出于理解 理解 她做得很好 但是品红问了你去 那你拿玉米不给你吃什么 还不给 你先吃 有时候就背对我 然后就是又和三位主持人 又说话聊天 我当时我就想 怎么回事 打了一个问号 先生您单身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那二十多年 您这条件这么好 就没有碰到过一中人吗 其中一个可能年纪差得比较多吧 差得二十多岁吧 比我更好的人家就跟他了 一个老外看中他了嘛 然后他就跟他 我们交了五年吧 那么久呢 对 去外国了 那怎么没结婚呢 他说他家里不同意吧 年龄差得比较多 还有一个出了八年 还有个八年的 然后可能脾气性格合不来 最后我也想算了吧 这么长时间嘛 就说他上他们家去了 看了父母 然后又因为一些事情 又吵起来 吵起来 后来还觉得性格不太一样 那这个人和您年龄差得多吗 十六岁 十六岁 那您现在在找 还找那么年轻的吗 不找 那找 五十五岁以上 出了一个八年的 又出了一个五年的 婚姻都没有走到那个什么的话 表面上他看着挺那个什么的 其实他内里也是一个 挺挑剔挺挑剔的人 如果王老师这样是单身啊 您会觉得 这个女人我可以出桌 如果 那可以 她吃肥肉 晚睡晚起的 或者就不睡的 这叫演员 第一印象演员 王老师讲讲这个 在床儿一天不下床的故事吧 对对对 王老师家里那个零食 把一桌子都不收拾 坏了就是 再换一桌子 因为我是这样 比方我这个东西 放在这儿 和摆在那儿 我认为它有很大的距离 你知道吗 我就这样 摆在这儿 可能你会认为 摆在这儿和马在那儿 是一样的感受 为什么不摆起来 对对对 可能我觉得这多爽啊 就像您吧 我觉得二十多年的单身生活 虽然您一直有女朋友 但是一直还是延续着 你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格式走 但是我在想 其实未来某一个人 走进你的生活 就是我特别希望您这个开始 这个框大一点 先生在之前跟编导 沟通填资料的时候说 想找一个低配版的简爱 是您这么说的吧 是 简爱是一个自尊自强 非常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 而虽然他地位比较卑下 但是他遇见罗瑟斯特先生的时候 他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有自尊自爱 什么技能都会 比如说会弹钢琴啊 会比如说赤苦赖劳啊 但是呢我心目中的你 他不一定你要会弹钢琴 你可能听某一个乐曲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共鸣就行了 比如说喜欢音乐啊 喜欢 不一定说就是费着谈贝俄芬 说谈他王妃也可以嘛 是不是啊 低配版 低配版 那你要找简爱里边的女主公 那我还想找一个简爱里边的男主公呢 阳光大道开着车 房车开着车什么 去野村呀 去欢乐呀 去什么自由的背望呀 那我还喜欢那样的了 那你是他的人吗 您不是要去找简爱 您在说您就是这个罗瑟斯特 你知道吗 一个橄榄色的皮肤 然后特别运动员的身材 敢爱敢恨 是这样吧 然后找了一个小二十岁的 是吧 没爸没妈的简爱 自由 您看您那个为什么没成啊 人他妈他妈不同意啊 最终一个敢爱敢恨的简爱 最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不要求什么平衡了 因为什么无条件的赏识 这位男士了 可能我觉得这个是你潜意识中的 根本 他虽然话不是怎么着炫耀自己的资本 什么的家庭 但是我觉得他在我面前有一些优越感的 他觉得我奔着他来的他有优越感 他这一点就把他自己给那个什么了 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那我就可以 我奔着你来的可以 但是我也可以保全你 他已经过成这样的一种生活了 让他去迁就 说我找了一个女朋友之后 我的生活质量原来是100分 现在成了80分了 您肯定是不干的 您不会低于95分 就是稍微往下调整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调整多了 对您来讲是一个受罪 您就找我欣赏那种 我就选择那种 我对他有好感 愿意上台 愿意 看完刚才叔叔的这个家里的小片 我其实挺震撼的 大部分男士 尤其是单身男士 是做不到您这样的 摆放得这么整齐 然后家里一尘不染 非常的干净 就说明您是一个很在乎细节的人 那么在生活当中 包括跟女士的交往当中 您其实也是一个在乎细节的人 您看您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说跟上次牵手的这个嘉宾 也是通过超市 买东西的这个细节 您来判断 这个人是否跟您合适 那我觉得您现在择偶的一个困境吧 就是您择偶的一个错位 就您想要的这种类型的女士 有主见 有担当 果敢的女士 她一定也是要在家里有主见的 她其实就会跟您有一些争辩也好 或者说观点的不一致也好 那这些其实您或许包容度没有那么大 所以您要找的是什么样的 是欣赏您的 就是说这个男士家里这么干净 我也挺干净的 我愿意配合到她的生活当中 但这样的女性 她或许依赖性比较强 我不知道这个您能不能接受 可以 那我觉得如果咱们这个方向确定了 只要这个女士和演员 就像王老师似的 王老师似的 和您演员 她这书爱怎么着怎么着 反正您给她归着 是这意思吧 就行 那就好找了 我们观察室里就有女士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先生 并且特别勇敢地已经 跳过了二号女士 直接上来了 我们请上 看中了我们一号先生三号女士 来 有请三号女嘉宾 来 有请三号女士刘静华 专家老师 好 欢迎 欢迎 来 请坐女士 请坐 请坐 三号女嘉宾刘静华 六十四岁 内蒙古人 三偶 由电部门行政管理退休 看上先生啥了 懂生活 爱生活 身体好 气质好 年龄和我相仿 相当 我也爱生活 懂生活 但是我好像差他一点 差他一点 但是我愿意由他随他 我当助手 我这女的跟这男的长得有点相似 你细看 哪里都不大 都有点 身体有勇气 这会有点高 身体高 对 身体高 我们更多了解一下 想听听她的故事吗 可以 听 可以 来 那我们一起看看 我们三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在京十二年全心全意为孩子 找个老伴 省得瞎想 我看了您这两个关键词呢 其实大概了解您生活的节奏了 主要是在照顾家 照顾孩子 这听起来和先生的生活是 两个世界 是吧 你看先生多潇洒 四处 户外 玩啊 这个用吃最好的 用最好的 品质高啊 就全是活自己 就完全两个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反正是孩子也大了 那个 我想那个再婚 那个平常挺孤独的 然后姑娘和女婿都支持我 说的不要说孩子了 跟人家不要说孩子 我知道 他们想办法 我特别理解 就是 他们想办法 我是说过去的十几年 二十年的生活 和先生是截然不同的 两个世界 可以这样解吗 是 是 所以我觉得您挺有勇气的 想尝试 爱情是要大声说出来的 我说给您一小点时间 您和先生交流一下 我愿意 那现在开始吧 我觉得你挺好的 就是问一问 你要是要求非常高 不过恐怕我达不到你 别的我没有意见 您是在呼喉的 郵电系统 是吧 是 是郵政还是电系 是郵电的工程 现在是改成房地产了 以前是工程总队 做工程的 但是我是办公室的 没有 没了 没有了 可能演员会差一点 先生又准备拒绝了 对 他内心是防着你的 虽然说 那个视频上看到他的 家庭条件 经济条件不错 收拾得也挺干净 但是他内心很难接纳你 他是提防着你的 小时候大长得也不能白讲 他就刚才跟那女的一别 他确实没有跟那女的长得瘦 那祝您早点找到 真的和您合适的 好不好 先生 好的 休息一下 先休息 好 这边 这边 您大概给一号女士打了70分 对 好 给这位女士 没打分 没想打 现在打 你必须打 但我知道 老数比70分还低 65分吧 如果60多岁的女士 如果不是很在意这个生活方式 论练呢 可能会很老的态 讲讲您在经历这12年的生活吧 就是照顾孙子 是孙子还是外孙 外孙 长大了 现在不用了 多大了 12周岁了 二的是两周岁多点 两周岁 这都是您一手 现在差十岁 一手带大的 是的 那这老二还小呢 嗯 那他们为了我找对象就 他们孩子就另外想办法 那怎么突然在这个时候 就特别着急让您找对象了 因为我要找 我经常一个人 我们都在一个院住的单住 到点就走了 和上班一样 一直这12年都这样 到点去 到点走 那自己的日子都怎么过呢 是和老伴儿在一起是吧 以前是那样的 他那个退休以后过来 他就查出病来了 他基本上不干活 什么时候退休过来的 15年 所以他也病了 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您白天照顾两个外孙 然后晚上回家照顾老伴儿 是是 您也说老伴儿什么活儿也不干 本身大老爷们可能也不干活 查出病来了更不干了 就全是您 挺辛苦的 也不是很愉快 对吗 对对 性格不太好 完了比较内向 哦 内向 内向 他倒是挺心细的 不交流 不怎么交流 对 不怎么交流 大男子主义 尤其是干部 国家干部 我是那个工厂退休 用他的话说 好像是不如他好 家里是以他为主的 对 您就是负责照顾他的那个人 对对 所以我刚才就说 您其实可能 过往和一号先生 就差别是比较大的 您是都在为别人活 照顾老的 照顾小的 对 没有机会 能让自己 为自己活一把 现在决定 往前走一步 自己活一把 就是 这个女士 脸上都是苍苍的 应该有个老头 思考他就好了 是的 老壳船 反反复复 是啊 年年治 年年饭 俗话说 治病要治根 老壳船 病在壳痰痠 病根在鱼肺 中药补肺 终要补肺完 老传统 大蜜碗 老壳船 气短喘咳时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老壳船 脆气不足了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肺部健康品 传承六百年 养无疾牌 补肺完 你的颈椎还好吗 颈椎不好 肩背痛 颈椎不好 手发麻 颈椎不好 头发晕 颈椎病 反反复复 快用快轻松 快轻松牌 颈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五肾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脱肝转移 还有引起肾 胆啊 胆啊 都有了问题 那后来就一直住院了是吗 恢复期间就不用住院了 后来也就一天一天 挺严重的了 吃饭吃一点 那都是您照顾 体力也不行 是 四十多年的夫妻 也经常想 现在回了家就一个人 晚上就一个人 是 早晨七点去他们家 等我回 我那屋就是 六点半左右了 怎么不多待在 或者干脆住在那儿 他们也是上了一天班 挺累的 也不跟我这么交流 自己找自己的位置 我要是说得多 人家有点烦 上了一天班 我们头疼的歇一会儿 你才说呀 也没法说 但其实对于你来说 已经一天没有什么交流了 孩子回来挺想聊聊天的 生活也挺没意思的 一方面有点心疼您 觉得这么对生活 充满热情的一个人 一直在一种 单调枯燥的生活节奏里 还承受着老伴儿的病痛 承受着带孩子的辛劳 承受着女儿 可能他们由于劳累 对您的忽视和冷落 但一方面又挺亲您庆幸的 您还是挺有勇气 挺勇敢的能走出 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 经常看 带给您什么感受啊 就是也是一种 勇气发和带动吧 奉献型的也是 好妻子好母亲 补了自己了 想找个什么样的 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身体健康 人平貌端正 钱多钱少无所谓 您自己的这个退休状况呢 我3000多 医保我都有 然后这个住房是 住房那个房产是孩子的名字 我老家有房子呢 所以找对象 这次还得想好说好 是 如果在北京生活 咱可是没有能够 房居居住的房子 能住十几年 对 如果有房更好 实在没房 这也是个问题 特别的实在也 非常的朴实 其实我不太认为 这个是一件很难找的事情 那同时呢 也能够把亲子关系 作为母亲 我对儿女形成的一些责任 我如何有界限 我哪些是我该做的 哪些是我要该退的 我觉得还是比我 比较有分寸感的 刚才也说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事儿 说一定要对方怎么怎么样 只要生活中可商量 我觉得两个人 就能够往前走 您就期待吧 我是有一些担心 您欣赏一号张先生 这个我心里有点打鼓 跟您理性情况下所思考的 其实有挺大差距的 我反复再讲呢 张先生他可能属于上选择 那个精彩塔尖上的 对对对对 对您而言可能实践和理论 我特别担心中间有差距 看这个我有点看不上 那个有点看不上 我还是希望找张先生那样的话 那么恐怕就比较麻烦一些 我只是看了一下视频 我刚才看他个子还不够我的要求呢 您这个身高多少 一米六六 好 我们有请刘一鸣先生 掌声有请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很大 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 而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很小 小到一抬头就看到了你的笑脸 所以在遇见的时候请一定要感激 在相爱的时候请一定要珍惜 而转身的时候请一定要优雅 挥别的时候请一定要微笑 珍惜命中注定的缘分才是最重要的 真心表达真诚交流用心感受用爱沟通 我是白杨 我们下期继续相约我的选择 误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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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